都说钓鱼三分靠天赋 七分靠打听 剩下九十分就只能交给命运了 这绝不是一句玩笑 接下来这个头顶大草原的小孩 就会为我们生动形象的展示 啥叫钓鱼界的天选之子 别看他的鱼儿只是一些不值钱的小鱼 却可以在两个小时候 帮他收获在国内破万元的鱼货 可别不信 你看说画间 一条火红的东兴斑就被他变戏法式的钓了上 第一钓就能钓到一条六七斤的东兴斑 就问谁能不眼馋 而且你看他体表光泽 头小肉多 给小哥看的爱不释手 扔进水仓后都忍不住重新薅出来合影流涅 一条这样的东兴斑放到国内绝对可以破建 而这才只是他今天第一条鱼货 说着再次将鱼儿贴进海里 拽紧鱼线摒弃宁神盯住水下 这回咬钩的大鱼异常凶猛 带着鱼线一个劲往深海窜逃 把小哥腾得指字牙 减六的差不多 他拽住鱼线猛的一拉 谁知用力过猛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不过这也说明了大鱼的力量还在可控范围内